现在三大指数都回升 升幅介乎0.37%至0.42% 市做得非常好 现时仍然升43点 美股方面大跌下来 巨企、财源和业绩期比较差 英年升了很多日落和港股 金管局已四度入市 捍卫强方兑换保证水平 是否没跌会继续强势下去 基本上是否没跌 如果你看这几天的时间 似乎有几明显 如果你说今天下午起床的朋友 可能起床的时间以为是看错事 因为你看昨天的时间 美股跌二百多点 但似乎港股今早曾经低开完之后 都真的没回头 基本上是保持着有个不错的表现 事实上现在可以说是资金市 因为你看今早的时间 有个地方比较明显 加投量方面似乎跟之前的时间相比的话 是暢旺了很多 你说是否印证 热钱来香港之后 可能有部分的资金 可能进入股市里面 这个机会都相对比较大的 但当然你说 楼市可能是 我觉得机会比较慢些 但这个就是后话了 但至于港股方面似乎都真的在一个叫做 就是追落后 和始终一些资金 开始进入股市里面 追了一些可能比较 较大的蓝筹股 甚至乎你说看今天的时间 其实恒之这个升幅上现在这些水平的位置 最大的工程就在于借中移动 和地产股 地产股本身 今天局面都可以说是相对比较亮丽 你看看个别的 如果你看看今天来计 五大的升幅蓝筹里面 地产股都可以说是 占了 占了三个以上 没错 反映回来似乎在资金追落后 和始终在资金市里面 港股仍然处于一个可以说是 二升难跌的局面 但始终 留意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说 其实不断强烈 就是看一样东西 看成交量方面 当然金主祖的成交量 其实是和升市的结局配合 但都是在资金时期的时间 留意大市冲上去的时间 成交量盘配合 其次始终在今星期的时间 很多蓝筹股都会开出路续续 特别是来人股 会公布这个业势的表现 其实大家都预计表现 不会特别好 当然会不会比较差 都要留意分量贷款 和哥静息差 是否比较显著 内地方面 都比较多企业会出业势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市况 虽然走体上是比较乐观 但刚刚说到这两个因素 都是要留意着 但即使有大市回吐 大市即使回吐 但似乎是10天线 即213 支持力度都越来越大 所以后市方面 我都觉得 仍然维持大涨小备的格局 另外和大家看看 港股半夜抛空数字 看到港股半夜主板成交有348亿多 抛空下是26亿 股票抛空有333只 当中仍然是A50 中国基金占最多 有4.777万 占总额超过1.8 占股份成交方面接近4成 第2位是中移动 有 占总额方面超过8% 占股份成交 超过1成4 第3位是港交所 占股份成交 超过1成3 另外 排第4位是煤炭股 烟煤 烟煤方面 今日的抛空额 占股份成交 就是接近3成2 又是A50中国基金 后市怎么看 内地股市 今天来说都可以升 都看到汇丰的PMI初值 似乎回升到49点多 似乎 那个势头上不错 第三季经济是否真的见底 这个都真的要再观察 虽然看回现在现时的情况 似乎第3季 见底的机会 相对比较高 但亦都要视乎 就是说 回到之后的时间 究竟中央方面 有没有一些 市集经济的行政会出台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关键位 但只不过 可以这么说 A50这段时间 都长期可以说 估空数字 相对比较高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其他一些 对冲的活动有关 因为始终你看回 近日的资金流行 港股之后 其实比较 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本身 A50 相对来计 如果以ETF来计 A50 成交量方面 反而开始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反而其他 香港上市 一些 有关内地股市 的ETF 那个表现上 似乎开始 有资金追捧 因为始终 A50 本身 相对于 A50的日价 其实是越来越大 相比之下 其他 跟内地股市 相关的ETF 日价相对比较小 所以反而这段时间 看到一些资金 可以追捧 比较相对 比较不熟悉的 其他 A和ETF 那方面 的情况 比较多 所以 说的是 E50本身 似乎 似乎 估计量大 和对冲活动 比较大的关系 另外 看到排第2位 重房股 中移动 中移动 现价涨接近 2% 去到87.05 提到 近日 港股的升势 都是中移动 和地产股 大动之下 今天来说 港股 做得相当不错 之前公布了 第三季度 的 營运数据 中移动表现 怎么看 是否继续有得上 你问我 是有得上的 这次我本身 一直看好前景 当然 第三季度 本身的 业绩上 坦白说 你都预计了 不会有特别差 也不特别好 当然 现在来计 營运数字 比预期为好 有一个 轻微的 升幅 但问题是 升1% 或者低1% 基本上 意义不大 反而 今次公布出来的 整个数字 似乎 又令大家有 惊喜 如果你看 今次 9月份的 时间 上月数字 3456,000人 其实是由 统计以来 上月数字 以今 为最多 反映 似乎公司 中移动 在内地方面 三株上 两个人数字 都开始 有个比较不错的表现 如果做回省 8月份的时间 数据都不差 除了7月份的时间 你可以说 突然间 例如 试一旦 外 8、9月份的表现 是不差的 在业势上 你见到 本身 数据 用量方面 似乎 有一个比较 大的突破 所以 前景方面 说一句 三株 现在在三株市场上的发展 我觉得 都开始 要找得适合 因为 其实这次上 这么好的原因 我自己认为 可能在旗内 在广东移动方面 推出一个mifi 移动网络装置 属于一个 产品有关 所以前景方面 似乎 在TD色式上 找得到 新的 战线 所以 前景方面 我觉得 相对比较乐观 当然 今年初 已经这么说 目标价方面 似乎是100元 但似乎 跟 年尾商 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 能否去100元 是有难度的 似乎挑战前 92.6 应该机会 仍然比较大 所以如果有货 投资者 先看着92.6 这个位 今天 瑞信 都发表了一份报告 讲到 中移动的 全年盈利 他预测 或是好过市场预期 所以 优于大市的评级 目标价 102元 不变 另外 巴克来方面 也发表告告 讲到 中移动的贵度盈利 符合预期 但利润率下跌 优雷暂时可以舒缓 所以 给他 和大市同步的投资评级 目标价 83元 不变 这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下一节 仍然是发达 广场的时间 会继续和Stanley 看着大市最新表现 恒指方面 现在升日31点 报21,732点 其指升73点 高水21点 稍后见 了